好,我们先把这个小小的章节讲完 再看绿藻的一些相关的影片跟裸藻的影片 这个讨厌的东西到现在我一直不知道要怎么去放 要把它放在动物,放在植物体,东西都不对 就后来把它丢在原生生物里头 它也应该是放在原生生物,没有错 因为它是单细胞 然后它的结构、构造、构型都符合于原来分类系统里头的原生生物 它其实整个细胞是可以进行形状改变 然后它有叶绿体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所以为什么每次讲到这个地方大家都很头痛 原因在这里 你要把它归类在哪里都不对 它已经跟你讲,它很清楚就跟你讲裸藻 好 那裸藻呢,其实如果回过头去看我们一开始的 亲缘关系的一个系统呢 你会发现其实它根本就被拉得很分开 它被认为介于植物跟动物的中间 那至于怎么过来的 那至于怎么过来的到现在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定论 好 一般来讲呢 裸藻在海洋跟淡水都可以找得到 裸藻呢 我们早期有一段时间被拉得非常接近绿藻 为什么 因为它的叶绿树 我们一直在讲说绿藻的叶绿树跟陆地植物一样是叶绿树A跟叶绿树B 唯一小小的一个偏差的地方就是 裸藻也是 裸藻也是叶绿树A跟叶绿树B 一样是有胡萝卜树在里面 所以它整个的光合作用系统呢 比较偏向于跟绿藻一样 但是呢 没有细胞B 它没有细胞B 所以这才是麻烦的地方 一般来讲你在做一个定义的时候 有无细胞B是一个很重要 作为分类系统区分的一个层级 但是裸藻这一群 有叶绿体没有细胞B 但是呢 它利用什么呢 具有伸缩能力的这个所谓的护膜 或称之为周皮 来做为什么呢 它本身细胞的一个保护的构造 然后呢 它光合作用完毕之后呢 所产生的淀粉 其实不是我们在常看到的常链淀粉 它的是Palamiro 眼虫淀粉 是一个侧分支比较多的 结构的一个淀粉 那最麻烦是呢 其实它这群的生物 有大部分都是走autotrophic 就是所谓的自营的 自己进行光合作用产生养分 自己养自己的 然后呢 一小部分 它的叶绿体失去功能 所以变成义营 另外一部分呢 叶绿体有功能 但是效能不脏 所以它变成 兼制营性 所以它可以自己去光合作用产生养分 除此之后它也可能外界涉入养分 那眼虫通常就讲 就进行的是一分为二的无性反殖 就是细胞直接一分为二 很简单的一种方式 好 那在自然环境里头呢 它会利用细胞质的改变 以及里面结构液泡的一个运动呢 产生细胞形变 然后进行运动 那通常来讲呢 一般的眼虫 基本上它是具有单边毛 还有呢 它具有感光的构造 所以它会受到光线的刺激 而利用边毛的运动 把自己带动 往光的方向的去移动 那整个结构来讲呢 上方当然就是边毛 再来呢 它有一个很特有的结构 是呈现了 在边毛的下方会形成一个通道 那当然刚刚有讲 一般来讲是自营性的 有些会是间自营性的 间自营性的 它会形成什么呢 阿米巴运动 所以它会形成结构上的改变 甚至它会把外面的物体 吞噬进来 作为自己的养分 所以它会形成间自营性 或易营性的一个构造 那里面呢 这个所谓的Paramelon呢 所谓的眼虫淀粉呢 在光线血运下面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会形成 大颗粒的一个淀粉盒的一个结构 好 那 结构上来讲呢 光瘦气 眼点这个部分呢 会造成它 整体 形状的改变 边毛的运动 可以让它怎么样呢 在水域环境里头的 向光的方向进行移动 这它很正常会发生 但它 移动的方式呢 跟其他生物就不太一样 其他生物多是使用什么呢 边毛的运动 但是眼虫呢 除了边毛的运动之外 因为它没有细胞壁 所以它可以进行收缩 改变形状的一个能力 除此之外呢 因为它收缩形状改变呢 它在身体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构造 叫做伸缩炮 那这伸缩炮呢 它是一个空腔的结构 可以产生运动的一个基础的力量 让眼虫呢 产生形状上的改变 那护膜是什么呢 护膜基本上是一个外面的一个包裹物 去保护眼虫的 所以整个结构来讲 你去看 如果把它画在卡通书最容易看 它细胞核在中间 眼虫的叶绿体呢 它数量高 然后呢 会在细胞核以外的地方呢 整个把眼虫细胞值的部分呢 把它占领 所以发现它的叶绿体其实非常的高 那也因为这些叶绿体呢 它进行光合作用 会去形成所谓的眼虫淀粉的淀粉盒 作为能量物质什么呢 储存之用 那边毛呢 当然因为边毛的运动 可以让眼虫进行移动 除此之后还会进行 这一次阿米巴运动呢 可以让整个质变 那眼虫的边毛 会跟圆核生物的边毛 事实上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去看结构的话 眼虫的边毛 跟一般我们在讲的 圆核生物的边毛 圆核生物的边毛 它事实上在肌部的部分 是有一个类似 H型的 环状结构 把它镶嵌在哪里 镶嵌在细胞壁的上面 然后上面有一个连接器 有一个Hawk 然后再往外拉出去 踩它的边毛 所以它的运动方式是 顺时钟的一个旋转 所以当你今天边毛 经由这个下方的连接器 旋转的时候 上方的边毛 就会回旋旋转 但是呢 我们在讲的 眼虫的边毛呢 它事实上是跟 我们一般 增核生物的一个 什么呢 结构是相等的 它一样是9加2的结构 一样会利用 激磷蛋白跟激动蛋白的收缩 让它产生左右摇摆的能力 还有呢 它接入细胞的部分 跟什么呢 跟我们在讲的 原核的蓝绿菌是不一样的 它直接的尾管就迁入到膜的上面 那等于它是一个细胞膜 往外的一个衍生物 利用什么呢 微纤维呢 把它拉出去的 那繁殖的方式呢 对不起 现在还是知道 就是无性繁殖 无性繁殖 它还有固定的方式 一般所观察到的是 从顶端边毛的位置呢 开始由上往下 当然包括了细胞核的分裂 包含了叶绿体的分配 然后最终去形成什么呢 两个眼虫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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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